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我覺得人跟人不熟悉的時候 如果你很善意地微笑 然後那個距離就會拉近了 然後音樂是無過跡 我覺得笑容也是一樣 但如果說你不笑的話 稠稠地覺得你拍到點 但有人會害羞 有的人是因為怎麼樣 笑起來 嘴巴不漂亮 拍洗手 譬如說嘴巴比較黏 或是比較沒精力 我覺得其實 哭得重要是什麼 如果你的牙齒本身 譬如說有蛀牙 牙粥 你沒有處理 它比較容易會造成 可能對身體不好 譬如說它的菌 有時候人家說 對心臟也不太好 有時候對腦部各方面 都有影響到 所以健康的水氣 讓我們吃好吃的東西 是很幸福的 所以要怎麼保養 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們今天要來上課 就是其實保養不是很困難 很簡單 我們自己就可以操作 好的 今天請到這位 特別來賓 她的家裡保養得夠讚 那可能是 別母也生得很好的 麻煩林佳儀 美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人緣 來自美麗的笑容 維持亮麗的牙齒 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課 對 牙齒好美 漂亮 好的 接下來這一位 聽說一定都要吃湯 所以都有稍微煮氣 我們歡迎生活達人明達 美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簡單又便利的方式 讓我們輕鬆保健牙齒 不間斷 對 她現在牙齒就保健得很不錯 好的 如果是牙齒有問題 真的就要去找牙醫 她就是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黃紹帆先生 你好 美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每天堅持正確的清潔步驟 遠離牙周問題不是夢 對 你看 那個講話 我們都會看起來嘴刺牙齒 所以很重要 會偷看一下 我們人在說的時候 你會看什麼 你會看對方的髮型 或是看他的髮型 真的都會看人髮型 很自然 都會這樣子 妳的牙齒真的是天生那麼好 這個牙齒其實要感謝我媽媽 對 因為媽媽 小時候的牙齒保養的觀念 沒有那麼好 都不好 所以媽媽一直覺得 她的齒裂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她從小就非常在意 我們的牙齒 然後我在小學的過程 因為剛剛好我表姐在整牙 一花下去 就是那種十幾 二十萬 有沒有 開了 然後要拉那個橡皮筋 她都是大鋼牙這樣子 然後就每天在叫痛 然後我媽媽就開始恐嚇我 就說妳看 姐姐這樣子 又要花錢 又痛 又不能吃東西 對不對 所以妳呢 我就每個月帶妳去看牙齒 然後妳知道我的每一顆牙齒 因為那時候在換牙會搖 都是醫生就說 來 我看看 就把我拔掉了 就是已經咬得夠的 醫生就直接 因為已經很熟 每個月都去找她 她就把我拔掉了 可是很重要 她幫我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厲害 就是我們小時候在換牙 有的時候牙齒掉了 不會馬上長出來 妳就會前面牙齒往後倒 後面牙齒往前倒 那個洞就不見了 那個醫生就說 妳有一顆牙齒掉了 可是他照X光說 裡面還沒長出來 至少要一年 然後他就說 那妳要花一個錢 我給妳做一個空間維持器 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就把那個洞保住 完全不會痛 因為它就是原本牙齒掉了 要再長出來的空間 可是真的一年以後長出來 它就拔掉 齒裂就是順順的 平平的 它就不會這樣子東倒西歪 對 對 所以花了少少的錢 那個那時候我記得 一顆也要好幾千塊 可是媽媽就說花 我跟妳講 那是媽媽有那個概念 對 還有在妳那個時候 對 牙醫可能還比較進步一點 在我那個年代 要看起床的時候 刺到可以賣看就賣看 超痛的 助牙 很緊張 助牙一個神經抽到你痛的癢 哪有麻布麻醉 真的很慘 每一個都很怕 在妳那個年代可能又好一點 好一點 而且媽媽真的很有概念 我們以前沒有 比較沒有 所以但是我真的好怕去 我也好怕去看牙齒 因為那個 那個聲音 我跟妳講 到現在也沒有什麼人喜歡去看牙齒 牙醫就在前面 琳達妳會喜歡看牙醫 我當然不喜歡 我其實 我的牙齒真的很慘 就是天堂與地獄 我平常在笑的時候 我都會遮嘴巴 為什麼 因為牙齒很醜 如果開回大笑說 人家就看到我裡面 可是我裡面沒有牙齒 所以人家開回大笑是 妳是 超強的 對 為什麼 因為 我以前就是 聽到那個滋的聲音是很害怕 我媽 她們也是會 說姐姐 我去看牙醫 小時候愛吃糖 誰不愛 對 可是愛吃糖 沒有刷牙的習慣 又不愛刷牙 牙齒就變成說 稍微有蛀牙的時候 要去看牙醫 然後被拖著去 然後聽到那個滋的聲音 打死就不進去 所以我現在 我不誇張我現在裡面 就是正常人要有 32顆牙齒對不對 我大概就只剩下前面這一排 我後面全部都蛀掉了 我還不是拔掉 蛀掉 完全蛀掉 就是蛀到剩下三隻腳 完全沒有 對 就剩下 剩牙根 對 剩下牙根 所以說 吃東西讓我變成說 奇怪 大家都會好奇說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你吃飯很會很快 因為我沒刷牙 湯後補 你知道嗎 所以說 喊個幾下就吞下去 喊個幾下就吞下去 然後就真的衍生出很多問題 我在想說 小孩子的牙齒 其實都會鑄掉 換掉 那不就是很正常 可是都不知道 怎麼樣來護這個小孩的手 你剛才這樣說我們才知道 你媽媽以前就會這樣照顧 對 但是如果小孩他平常 你讓他保持一點 比如說教他要怎麼樣稍微束口 或是什麼 可能也會好一點 像我自己 因為我牙齒爛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 重到負責 對 一定是這樣 如果要打開起來 那錢就說 他也疼 你不要說花錢 我自己都捨不得 所以我就很注重 我就跟我老婆說 小孩子的牙齒 你一定要把它顧好 因為在顧小孩子的牙齒 小孩子每天活蹦亂跳 如果靜得下來 給你在那邊刷牙 所以每次要幫他們刷牙的時候 都需要花好長的時間 那要怎麼顧呢 怎麼顧就是變成說硬刷 硬刷有時候去刷到 盯著他要刷 就是一個抱著頭 讓他不能動 我老婆就開始刷 邊刷 邊叫 邊刷 邊哭 所以後來就去刷到那種 吐到牙齦有時候還會流血 所以小朋友越來越來刷牙 可是我是不一樣的方法 我是跟他用玩的 就是他們在喝奶奶的時候 他們會吸奶 從吸奶的時候之後 喝完奶就要開始幫他 清舌胎 然後他還沒有長出來之前 就要幫他按摩牙齦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 素橡膠 一種紙套對不對 對 紙套 進去 先去給他按摩 然後就跟他玩 就是跟他玩 就好像我是奶嘴一樣 就跟他玩 玩到時候來咬我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開始刷牙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醫生 我覺得我們那個醫生真的是很嚴格 他就說 小朋友來要先看你會不會刷牙 從他開始會刷牙之後 然後他就給了我一罐東西叫做 牙菌翻顯示劑 它是紅色的水 然後你要放在棉花棒上面 沾在棉花棒上面 全部牙齒沾一輪之後 你就去刷牙 如果你刷了牙刷得 你的技術很棒的話 你刷完牙再漱口 那個紅色就全部沒有了 如果你刷牙技術不及格的話 你就是怎麼刷 奇怪 刷完牙再照鏡子 怎麼滿嘴還是紅色的 那小孩子願意嗎 可以 他們就是 因為醫生會給他獎勵 如果他這一次有及格了 就給他 有的時候還會給他棒棒打 就是給他 對 就是給他他喜歡的 然後去鼓勵他 然後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吃糖 因為你吃糖完就要再去刷牙 好 那我請問一下 這樣是 是正確方法嗎 其實我剛剛心裡聽完以後 我一直覺得 嘉儀根本是牙醫師吧 他提供的方法很像是 我們現在現代 在看小朋友的時候 比較常用的方法 真的要這樣跟他玩一下 他們有個天性就是 不喜歡被看口腔 從他們有知覺開始就會 就會哭 就會鬧 我覺得這種玩的方式滿好的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一點就是說 爸爸媽媽要在家要合作 合作 把他真的 從他以前還沒有辦法被接受 清潔的時候就要固定著 然後每天這樣清 每天這樣清 到後來 他就習慣了 他會習慣 對 對 你有碰過一些 譬如說 常碰到的牙齒的問題 通常小孩子就是檢查蛀牙 爸爸 媽媽 年紀到了一點 通常都是牙周的問題 牙周問題我只能說 大部分都是日積 月流 就是細菌已經卡在牙縫 卡在一些細節中太久 沒有清出來 他們時間拖久了 幾年幾年就會開始破壞 底下的齒草骨 先從牙齦發炎開始 其實更早也會有前兆 就是像有一點點嘴巴 一點點味道 口臭味 其實還是要定期檢查 不要拖到牙周病那部 因為到那一部牙齒開始搖晃 很難救了 要嘛就是要拔掉 要嘛就是做好治療 繼續讓它撐著 其實很辛苦 如果說人家有牙周病 如果你沒有把它照顧好 其實它很容易引起其他的疾病 對 主要是口腔中的細菌 其實非常地多 無論這個細菌 最後造成是蛀牙還是牙周的問題 都會 拖久了 都會延伸出很多其他的狀況 近一點的可能是局部的發炎 跟風味性組織炎 有時候它會往上進到你的鼻豆 研發成鼻豆炎 最不希望見到就是 它順著你的血流 感染到你的胸腔變性內膜炎 那個就會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牙齒還是要顧好 不然最最後最後 有可能還是會影響到 全身的健康 重點就是盡量保持 如何保持牙齒 乾淨 保持乾淨 這很重要 問題是要如何刷 怎麼弄 怎麼樣保養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大家都覺得是刷牙 但是刷牙其實都只有把 牙齒的表面刷乾淨而已 牙齒有這麼多牙縫 髒東西都卡在牙縫裡面 牙刷其實根本沒有刷出來 所以牙線的使用 一定是現在我們會強調 很多次很多次的事情 牙線不容易用 用牙線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清到它 用不下去的地方 這個地方 牙線棒只能這樣直直鍍進去 對 其實還是可以稍微 變形一下 牙縫我們要下去的時候 可以再比你想像的 都要再下去一些些 再深一點 深到牙肉底下一點點 都沒有關係 因為牙肉它不是緊緊貼在牙齒上 它裡面會有一個東西叫牙齦鉤 水鉤的鉤 就是藏髒東西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這樣輕輕下去 帶出來 那這樣子 帶出來 每放一個 是不是要再轉一次 再換一個地方 也可以用水這樣清一清 對 如果用牙線棒 平底的那邊這樣用 水沖一沖再繼續用 對 其實用牙線的方法 主要也是要把髒東西帶出來 它也不射求說 牙線上要沾滿什麼東西 不是 它只是把它剃出來而已 牙齒清潔的順序 先是牙線嗎 如果要清乾淨的話 我建議 因為牙線的功能 其實是把裡面的髒東西 帶出來 帶出來就掉到哪裡 口腔上 黏膜上 牙齒上 你再刷牙把它刷掉就好了 我有幫小朋友用過 可是他們不愛 對 因為其實我們大的那個力道 又很刺 因為有時候你會太用力 讓它就流血 他們的齒風又很密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吐進去 他哀哀叫 所以後來牙刷也不是 然後那個牙線也不是 後來你們說的牙線 我用了另一種牙線 另一種牙線 我另一種牙線叫水牙線 就是這個水牙線 其實這個就是像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種 這蔥牙機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辦公室 然後我們吃完飯的時候 也是 是要清潔牙齒 我就是直接用這個 因為它這個很方便的是說 你看它就巴掌大 這麼小台 它這麼小 那衝力夠嗎 衝力絕對夠 而且你不要看它這麼小 當我們真的要使用的時候 它這樣子來抽起來 變這麼大台 那衝力夠不夠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 明達 現在就麻煩你了 好的 其實像剛剛鳳姐提到一個問題 這麼小台 馬力夠不夠 對 其實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我先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是等於我每天 照三餐包含小孩子都在使用 為了我們的牙齒保健 是 這個要裝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下面打開 然後再把這個機器把它拉開 像這樣拉開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 這邊有個箭頭 看到了 這個箭頭這個停止線就是說 我們拉到這邊就停了 然後在後面這個孔 就是讓我們裝水 家裡水龍頭打開 就直接這樣子把它裝進去就好 加到這個全滿就可以了 對 好像這樣子裝滿 全滿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好 像這樣子就完成了 就可以使用了 對 它這樣子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每個人牙齒口感不一樣 牙齒口感不一樣 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較脆弱 有的人他是可能就是 算等著用 所以說牙齒牙齦的部分 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 去調整段數 它這個有三段 這邊這個按鈕把它按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看到它這邊有 燈會亮 現在這個顏色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有 再按一下它模式會變 大概有三種顏色 分別代表的是有 強 弱 還有脈衝三種模式 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說 它的這個 馬達的力道 非常地有力 為什麼要用這個蔥牙齒 其實很簡單的 我簡單做一個示意 怎麼示意呢 就是平常我們在去 刷牙 不管是各種什麼 背式什麼式的刷牙法 它都是告訴你怎麼樣刷 才可以把牙齒刷乾淨 但是因為我們在刷的時候 都是刷到這個牙齒表面 刷到牙齒表面 有人為了要刷到牙齒裡面的時候 用擦的 像我就是覺得說 這樣擦進去 像刷得比較乾淨 擦進去 對 就是感覺 那個牙齒跟牙齒之間的縫隙 覺得說我們要這樣子刷 才可以刷得出來 結果刷到後面都流血 如果說是 像我現在使用沖牙機 當然我都一定會先刷牙 刷完牙的時候 我會這樣搭配沖牙機 這個在沖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是液體 它是水型的牙線 所以說像這樣子沖一沖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些髒東西 從我們的齒縫 牙縫 跟牙齦之間把它這樣沖掉 所以這樣沖下來的時候 才可以沖得比較深處 在家裡的時候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現在很多人為了牙齒的清潔 牙齒的整齊 它會戴牙套 戴牙套的時候就是像這個樣子 如果說我們是用牙齒去刷 刷毛會卡住 刷毛整個卡在上面會沒有辦法動 所以說它這個時候 如果牙線它是液態式的 因為液體它會是 把有形化成無形 像這樣子沖 用間歇式的頻率 它就這樣一個頓點 一個頓點 它可以深入每一個縫隙 不管是你像牙套的縫隙 又或者是說我們假的這個齒縫 它都可以把它伸進去去把它沖乾淨 而且在使用的同時 你會看到它越縮越短 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子越縮越短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是整個把它拉得很高 它可以裝水 它利用真空氣壓的原理 當你水在排出的時候 它一直去把它縮短 等水全部抽完的時候 它馬上又變小小一台 跟巴掌一樣大 就可以把它放在包包 隨身攜帶 當然因為這都是碰水的東西 很多人他就會懷疑說 會不會有壞掉的狀況 其實這一支 像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也是直接在 防水嗎 洗澡 對 沖液機在用的時候 就是這樣側著 讓它水一邊沖 一邊流 還有一種就是嘴巴整個閉著 把它含在裡面 這樣沖 再把它吐掉 我就比較懶 我就一次就嘴巴開開的 因為嘴巴開開的時候 就噴了整個 整個浴室都濕 所以我覺得洗澡的時候 也可以用 是 洗澡用的時候 它就是像這樣 像我現在這個機器把它打開 我如果整個把它泡到水裡面 就像這個樣子 可以看得到它就是水 還是這樣子噴 因為它做到這個所謂的 你現在這個段數是 我現在這個的話 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是強的還是什麼 它這個是算強 我如果說我要調整段數的話 其實我在開的時候 我可以按一下 這個變弱 這變弱了 我再按一下 這個就可以看到它這個是 所謂的 麥蔥 麥蔥式的 我可以請問一下 這個會有不同的頭可以使用嗎 你剛剛就是一種還是 對 一般就是沖牙齒表面 有的人是如果說要深入 我們講的這個牙齒齒縫之間 會貼著我們的牙齒 會貼著牙齒的話 如果頭太硬就會不舒服 所以它還有另外一個頭是 這個矽膠頭 矽膠軟頭就可以貼著這個 比較不硬那樣 對 牙齒跟牙齒中間的縫隙 它是那種QQ的感覺 對 QQ的 就比較 尾到的時候比較不會貼 它那個矽膠的頭滿棒的 就是可以貼著 它可以深入到比較細節裡 你就把它對著自己的牙縫 沖一下 沖兩下 我頭是這樣 這樣比較不會怕傷害到 那個另外一個 強一點 那個可能就怕有人怕不會用 可以先用弱的 先用弱的 試試看 而且它沖一次電 用一個禮拜 因為我一個禮拜只要沖一次電 就是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打開 要沖電器把它接著 手機的那種充電那樣 對 這是現在那種 最新的那種充電頭 插下去就可以了 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真的 我沒有看過可以攜帶式的 我都以為要在家裡要插電 對 你看 大小就這樣插這麼多 等於說我們要使用的時候拉開 然後要隨身攜帶 外出旅行或是上班 辦公室 就把它縮成這樣小小一台 好 那你剛剛說漱口 其實漱口也很重要 漱口水 像我其實我在用的話 我都是用這種 現在給小朋友他們會接受的 包含我們大人 它裡面這個是 而且它是含有這種 兩種 靈芝 像這個 靈芝漱口水好處就是說 在做牙齒清潔的時候 舌尖下還會順便吸收 靈芝對我身體就是算是 算非常好的東西 漱口要漱多久 大概漱口的話 是30秒到1分鐘 最主要就是 漱完的時候 不需要再拿清水 再去漱了 而且這個味道就是 清新 又 就是我們並不會排斥 可以聞聞看 是 都那種清新的 淡淡的那種香味 我都想漱了 所以我有 很草本的感覺 對 在外面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工作量很大 對 你火起床 就算你有洗 有漱 如果沒有再漱一個水 那時候真的會沒辦法 因為你乾火也比較旺太累 可能休息也不夠 也可以攜帶外出 可以戴著 而且它還可以 剛剛說什麼 舌下吸收 舌下吸收 順便保健就對了 對 所以說這個的話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刺激 就是要這樣 牽著出去比較好看 當然是要看醫生 如果出去 有牽不去 有牽不去 或是沒有坐 你就要給醫生看看 平常就好像剛才學到 要牙線 再洗牌 再落牌 這三個 其實很簡單 你如果有一點心 適應它就好 每一天都要 你就每天做 一天最沒有早晚 所以這樣對我們的家床比較健康 产生一些疾病 一些小問題 之後慢慢變成大問題 我們都不希望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都是學到了 祝大家多健康美麗 非常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美鳳姐 謝謝 謝謝